8月11日由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联合山东、山西、河南、四川、甘肃五省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 中国驻洛杉矶旅游办事处承办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支持的《你好中国!2023黄河主题旅游海外推广季》 中国专场活动在洛杉矶奥斯卡电影博物馆成功举办 中国驻洛杉矶旅游办事处主任吴大伟主持活动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郭绍春、中外文化交流中心副主任万亭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孙磊、洛杉矶旅游局局长、世界旅游联盟副主席博亚当等嘉宾出席了活动并致词 郭绍春表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悠久璀璨的华夏文明 也造就了丰富多样的旅游资源 尤其是十年来,在习近平主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之道下 黄河流域大力开展、造林制杀工程 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生态旅游大步发展 人民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 欢迎各位美国朋友来中国黄河走走看看 加深对华了解、推动中美民间友好 相信两国旅游合作重启定会为构建互利双赢的中美关系提供更多助力 旅游业的交流合作是中国和美国经贸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同时也非常有助于两国人民通过互访来加深相互的了解 加深相互的理解 在这儿我也祝贺今天的旅游推介会取得成功 能够成为南加州以及和中国在旅游业的交流业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孙磊表示 山东是中国东部沿海的人口大省、经济大省、文化大省、旅游大省 泰山在这里崛起 黄河从这里入海 孔子在这里诞生 好客的山东人热情欢迎美国的新老朋友到山东做客 赴一场文化之旅、贫美时、观美景、享休闲 领略、绚丽多彩的奇风卤运 让我们携手加起中美文化旅游交流的友谊彩桥 博亚当表示 旅游是开拓眼界、消除偏见、拉紧心灵的重要方式 多次富华旅游的经历使他认识到 中国还有更多的自然和人文景观值得体验 2019年中国是洛杉矶第一大旅游客源地 中国政府刚刚宣布恢复赴美团队出境游业务 本次活动直此之际举办 标志着美中旅游合作开启了新篇章 万婷表示 在黄河流域、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世界记忆遗产、珠碧交辉 多民族、风俗习惯、民居建筑、服饰饮食、融合共生 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多元统一的特性 这次我们除了把相关省区市的文化资源 给大家进行了进一步的展示之外 重点推出了八条国家级黄河主题旅游线路 和五条黄河主题的乡村旅游线路 这个都是成熟的旅游产品 可以随时的向市场进行投放 也是希望能够引起美国这些旅游业界的关注 为进一步的恢复两国业界之间的交流 特别是旅游社组团带来更大的方便 你好中国2023黄河主题旅游海外推荐季专场活动 由中外文化交流中心联合山东、山西、河南、四川 甘肃五省文化和旅游厅 联动驻外使领馆、海外中国文化中心 和驻外旅游办事处等机构共同举办 《魅力中国》记者现场报道